HELLO 大家好 我是Heidee 之前分享過我2017年最喜歡用的護膚品 最喜歡用的化妝品 其實還有一樣東西還沒說的 就是2017年我最喜歡用的唇部產品 這段影片其實我是拖了很久才拍的 因為我覺得拍的時候有點麻煩 因為你要不停換嘴的妝 然後我的嘴的狀態其實也不太好 我除了有這個沙漠肌之後 我還有沙漠唇的 我的唇長期都很乾 無論我晚上都用lip mask也好 都算是乾會脫皮 現在天氣又乾燥 我的唇紋也是很深 總之我的嘴的狀態其實就沒什麼說服力 不過我也決定拍給大家看 所以這就是我2017年最喜歡用的唇部產品 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就看下去吧 首先要出場的是3CE的lipsting 它們是私用質地的液體唇膏 首先我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它們是很顯色的 跟這個唇膏包裝上的顏色基本上是沒有色差的 你看到它這顏色塗上去已經是這顏色 其次它是遮唇色的效果非常好 大家如果看到我剛才沒有塗過東西的唇 其實我的邊邊位是很深色的 所以基本上它塗了一兩層已經可以遮蓋了我原本的唇色 而且它的私用感是非常棒的 這個是一個冬天很有質感的液體唇膏 之後我覺得它是很耐久的 因為我嘴本身是很容易脫掉唇膏的人 無論它說得多持久 什麼24小時不脫色的唇膏 到我嘴上都沒有這支歌仔槍 我基本上吃完東西之後什麼唇膏都可以脫掉 但是如果我不吃東西的話 這支唇膏基本上可以耐久到大約四五個小時都不會脫掉 所以其實它耐久的效果已經是算很好的 然後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它不顯唇紋 因為其實我是一個唇紋怪 然後你看到這樣我的唇紋已經出來了 所以其實它不會太唇紋這件事 我已經覺得做得非常好 我不需要它修飾唇紋 因為牙色的唇膏基本上它們很少 或者不會有修飾唇紋這個效果 但是它不顯唇紋和不卡唇紋 我覺得已經算是很好的了 即是我原本唇紋是這樣 它的呈現效果也是這樣 我已經覺得OK我接受到了 但是它跟一般的啞色唇膏 都是有一腳小缺點 就是會比較乾的 例如你們剛才看到我塗的時候 如果有一點皮在這裡 基本上它是很顯的死皮 一定要做好你的保濕 然後一定要塗好唇膏 然後你的Condition要很好 沒有什麼死皮 它才塗得很漂亮很私勇 如果你有那些死皮 其實它卡得很厲害 它不會幫你撫平死皮 這就是它一個小小的缺點 但是這件事我是包容得到的 然後要說的就是Nex的Butter Gloss 我這個顏色就是Cranberry Biscuit 對 應該是這樣唸的 如果我沒有唸錯 所有的東西我都會在這裡說 下面info bar都會有所有色號 還有希望我盡量打到價錢 因為有些其實我也忘記了 對 我盡量找回給大家 這支Butter Gloss 我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是一個亮面的唇膏 它是超級無敵顯色 剛才大家塗都會看到 就算用手印 它都已經遮到你的唇色 然後它是因為亮面的關係 它是會修飾到你的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塗出來 是很漂亮的一個顏色 是不是很慈窮 我只懂得說呢 它是一個有點成熟 又不會過分很美女的顏色 但是也不會很顯露氣的一個顏色 其實我現在是塗了實色給大家看 其實如果這個顏色做到一個花反唇 或者漸變唇色 它的效果也是非常之好 但是這個Butter Gloss 都會比較容易黏到牙齒 所以大家一出去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多一點照鏡 看看它有沒有黏到自己的牙齒 顏色 另外我還很喜歡這隻味 它這隻味是有一種焦糖的味 然後塗下去的時候 感覺很香很甜 所以我是很喜歡 當然唇膏有味 這東西不是每個人都喜歡的 如果有一些很假的香味 其實這個也是假的 始終都是焦糖的 不是天然焦糖的味 但是如果有一些很厲害的香味 我是接受不到的 但是如果它是這種淡淡的焦糖味 我是挺OK的 我覺得很甜 塗下去的時候的感覺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它塗出來是這樣亮的 但是它是稠的 它不是稀也不是透薄的 它亮得來是很顯色的 而且這顏色是一種很漂亮的紫紅色 所以我覺得它跟其他 大家很容易買到的 乾燥玫瑰色 豆沙色 朱潤色的唇膏 或者是一些Coral的珊瑚色 有一點點不同 它其實價錢是很便宜的 大約六七十塊就有一支 所以我覺得大家買一支 回家旁邊不同場合的時候 用來塗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就要到Colourpop這支Ultra Satine Lip了 其實這支我算是對它有愛又癢的一支液體唇膏 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很漂亮 因為它是一個很漂亮的珊瑚色 偏橙一點點 但是你塗上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青春了 然後很年輕 有活力的顏色 它塗上去手的時候 顏色是這樣的 Colourpop這支 當然它的好處就是 它很便宜 大約五六元美金就會有 之後它是非常非常持久 持久到我現在整隻手都是它的顏色 因為剛才有印開的時候 做完之後是完全穿不掉的 所以它是超持久 它非常持久之餘 它還要是非常非常顯色 基本上這個顏色可以維持到在我嘴上大約五六個小時 如果我不吃東西 就算你吃了東西脫色也好 它也還有一點點顏色 但是它這個缺點就會衍生了 其實它真的是乾 而且剛才看到如果你和我一樣都是唇紋怪的時候 其實它也蠻顯唇紋的 它的乾也不會讓你覺得自己的嘴巴乾到裂 或者脫皮的感覺 但是呢 就會感覺上截的唇紋要爆出來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對 然後之後呢 還有它是比較難下的 這個大家都看到 我真的抹了多少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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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然後呢 就是要一個YSL的這支Matte Sting 這顏色是大熱16號色 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乾燥玫瑰色 這顏色無論你是白的人、黃的人、黑的人 總之你是亞洲人 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拿到這顏色 而且一定會是大家很喜歡的一種顏色 這支它剛剛塗上去的時候有點亮 但是過了一會之後 它就會完全變成一種Matte Sting 它的質地是非常滑 然後它有YSL那種很酸的 一種奢華的香味 塗上去的時候 而且要值得一讚 就是它的掃是非常滑 它是很容易就會勾滑到唇峰 而且它可以畫到那邊很利落 不會容易出界 就是很難出錯的一個唇膏 然後它配什麼妝都會很漂亮 很玫瑰妝 然後顏色就是很優雅 有氣質的顏色 所以這支基本上是我今年的Top3 是一個真的不會出錯的顏色 你永遠放在袋子裡 任何場合塗上去都是很漂亮 其實現在看我最近顏色 其實我是不停地看著螢幕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漂亮 而且它是不會卡唇紋 不會顯唇紋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乾 但是是一個啞色的唇膏 是完全接受到的 然後它是非常持久的 所以我很喜歡這支唇膏 但是它的缺點是 比較貴的 可以說它是一個缺點嗎 其他就是如果你完全沒有化妝 我塗這個顏色就會覺得有一點點突厚 所以如果你要塗這個唇膏的話 你一定要怎樣都要戴眼妝才可以塗到它 不然你就會覺得 臉很平淡 但是唇膏就很出的感覺 然後就到Chanel這支140了 這支都已經是很出名的一支 lipsting 大家都聽過它 我也是因為它的名氣而買了它 它基本上是有很多缺點 但是由於它是一個很搭我的MLBB色 所以它也是勉為其能 入了今年的我最喜愛唇部產品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一個 看上去塗出來好像很實色的 一個乾燥玫瑰色 但是不是的 它塗上嘴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的唇色太深 還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它是異常透薄的一支lipsting 所以它不是你想像中的實色 但是由於它的透薄程度 令到你就算化淡妝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好的氣色 就算你不化妝 你塗它 你還是會覺得自己比較有氣色 所以如果那天我沒有化眼妝 或者沒有化妝 但想要有一點氣色的話 我就會用它 我對它真的有愛又恨 因為其實如果我多化妝 如果塗它是會有一點點覺得不夠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想一下才決定買不買 還有它是完全不持久的 基本上我用紙巾一抹就會沒有了 所以如果我找到一個又便宜一點 又開架 又適合到我的MLBB色的話 我想它是會被人淘汰的 但是今年如果有BEST的MLBB色的話 這個就是我最好的選擇 然後就到我的年度最愛 就是OPERA的LIPTINE OIL 其實它是出了六種顏色 我買了五種顏色的 但有一種顏色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找的都找不到 所以我就拿了這四種顏色出來給大家看 我基本上是包色的 而且它在日本出了兩種限定顏色 我非常想要 我想要到的程度是 我是Facebook message了他們香港的代理 然後問他們香港什麼時候會出 然後他們說暫時沒有消息 我想說我非常想要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今年年度最愛的一個唇膏 它也是我今年唯一一個拿出來說的管狀唇膏 它不是那種很實色 好像以前的阿婆阿媽或者一些很成熟的一種管狀唇膏 它塗下去是顯色得來不會厚實的 然後它是完全不會乾 我覺得它是潤過一支潤唇膏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推介大家去買 我覺得你一定要買 香港是沙沙 有幾間沙沙有得買 大家出去的時候就留意一下 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對 就會是這一種包裝 然後這個思純膏就放在裡面 大家就去看看 會有一個很小的一個櫃仔 就是放它們的 之後呢 我要說一下它為什麼會這麼好用 我只會說它很好用是沒有用的 首先它是非常滋潤 好像剛才所說它是潤過一支潤唇膏 帶它出去或者用它是絕對不需要用潤唇膏打底的 這個是我沙漠唇人同 沙漠唇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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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是不會顯唇紋 它收色到唇紋 然後它是有少少靈性的效果 還有它塗上它的時候呢 它是很顯色的 譬如它是說它偏紅、偏橙或者偏粉紅 它是呈現出來的 然後它塗了一陣 譬如價十分鐘 你再塗多一陣 它的顏色會更加漂亮 它是會越塗越漂亮的一支唇膏 然後它很便宜 98元就是一支 然後它是一個很自然的唇膏 如果你是要一個大紅色那種 那不適合你的 但如果你說日常上學上班用的時候 這個唇膏也是很漂亮的 還有是一個很甜美的色系 總之我就是對它十分之喜愛、十分之喜歡 然後它的持久度是一半一半 因為其實它那種亮的光澤感是會消失的 但是它不會掉色到你變成一個沒有氣色 白色的顏色 它是會有一個顏色 有一個紅潤感 只不過就沒有了這個光澤感 我這個可以接受到 因為你之後補上去就可以了 它絕對不會是一種假潤 它一邊塗你一邊都覺得它這麼紫潤 我覺得這支真的很棒 但是它有一個很少很少很少的缺點 是我一定會接受到 就是它有色差 總之它譬如說 這裡它展示出來是少少橙紅色的 但是它塗在嘴上 就未必是那種顏色 所以就要自己去試 但是它基本上 譬如說它是紅潤 它是橙潤 粉紅潤 它呈現到那個潤出來的 只不過不是你看到它這個顏色 有少少不同 它會根據你的唇色去作少少的變化 譬如我的唇色是深一點 可能它不能出那麼鮮色 但是其實它遮唇色的效果都已經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是十分推介給大家 而且98塊就算包色也不會過分的一件事 所以這個就是我今年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的一個唇部產品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也是因為這一支 令到我有這個動力去拍這條影片給大家看的 好了 那我就分享完我2017年最喜歡的一些唇部產品給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喜歡看的話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Colorpop這個唇膏 這個實在太難下了 我藉著這個炸雞的力量 希望油會令它容易再下一點 我現在還卡住Colorpop在這裡 我會不會進鏡子 我會進鏡子嗎 為什麼進鏡子不進鏡子 在拍攝 在拍攝 在拍攝嗎 HELLO 看不看到我們的小狗嗎 走開了 好吃 好了 失敗我們來吃煎煎吧 沒事吃 這個炸雞 我應該沒有拜年了這麼多烈士 吃